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吻 我们一起归一发心 请合掌 为力有情故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一 无疑所修师等诸之良 为力有情故愿大绝尘 好 那我们翻开掌中解脱的第三十一页 那我们上次前面几堂课讲到了 就是这个道次帝的传承 那我们要知道说道次帝这个传承的作者是谁 所以前面在27页的时候讲到 为显其法根源禁锢开始作者殊胜 那我们要知道这个法 他的亲近呢 就要知道他的作者是亲近的 那作者是谁呢 作者是阿底峡尊者 那阿底峡尊者的生平是怎么样 我们要一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原来这本论的作者是这么的殊胜 这么的不容易 那他所为我们宣讲的法 也是如此的殊胜 那我们才会生起一个稀有珍贵的心来做学习 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 阿底峡尊者呢 圆满种姓中受生之力 他是出生在一个王族家庭 然后呢 接下来讲到的是 他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他获得怎么样的一个功德 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从小出生呢 就与生俱来的有那种悲悯心 出离心 从小就想要学习很多正法 所以他对于世间的这些安乐呢 他并不贪着 虽然说他有各种的荣华富贵 但是呢 他完全不贪着这些东西 反而想要出离 然后到山里面去修行 寻找了很多师长学习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后来他找到了罗侯罗上师 那罗侯罗上师为他传授了种种的灌顶 那因为他知道他父母亲 不希望他能够出家 希望他能够继承他们的王位 所以呢 罗侯罗上师就以善巧方便呢 派了这些渔茄士 跟他一起回到他的家乡 然后做种种的这种渔茄士的行为 那他的家族里面呢 就是这些臣民们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心已决 他决定要去山里面修行出家了 然后最终呢 他终于父母亲 得到父母亲的开许 他可以去出家了 那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进度 所以最后呢 他得到父母亲的开许以后呢 隔天他就跟着这些男女的一切事们 前往到这个山中呢 去找阿瓦多底上师学习 那学习什么内容 学习中观法 也就是这个空性的证件 并获得维系业果的交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所谓的空性 他并不是完全没有 他是关带的 那所有的事物的产生 都有维系的这些因缘 所以呢 当对于空性乐了解的话 那对业果的道理就会更深信 从21岁呢 一直到29岁之间呢 他都精进的在修行 那总而言之呢 尊者在上师的面前呢 一坐上同时做文师修三者 就是尊者在 阿底侠尊者在跟上师们 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他在听的过程 他即是在思维 思维的过程即在修行 所以文跟思 还有修三者是同时并进的 也就是说他听 他不是只是文字上的理解而已 听的过程当中 他马上就能够结合到 他自己的相续 然后与心去做对照 那让自己的心 与法义完全的结合 所以当他听完 这一做法的同时 他内心也就改变了 所以这我们在后面 讲到听闻鬼里的时候呢 如果有讲到一句话说 听闻随转修行药 少力击脱生死成 那为什么有些人 一辈子学了很多的佛法 学了很多的教理 但是心绪依然没有什么改变 那就是因为听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能将这些法义 结合到我们的心绪 我们把它当作知识 在学习的话 那实际上学了再多 对自己的生命转变 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所以这边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真正最好的学习方式呢 就是你在学习过程 你不单纯只是文字上的一个理解 在听的当下呢 你马上能够关照自己的内心 这边所讲的法义 跟我们的心绪 能不能够做结合 那并且呢 从这些法义当中 看到自己的问题 马上去做修正 马上做改变 那这样的话 在一场听闻 一场法下来 我们生命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蓝色小册当中 也说到了追随阿瓦都地 七年 也就是说他跟随了阿瓦都地 这位上师七年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往下 往后看 那刚才上面那一段呢 我们就不用再念了 就是那段主要内容 就是讲说阿底峡尊者 舍弃了王位 舍弃了这些事件的荣华富贵 然后决定要出离出家 然后跟随这些师长学习 那尊者主要依止的上师阿瓦都地 那在他的面前呢 学习了七年 那并在许多其他的西地的上师面前 学习金刚秤 也就是秘法的部分 对全部经论和教界呢 均获得善巧 也就是对于显密的一切教法 全员的教法呢 他完全都精通善巧 这个时候呢 他就想说 只有我最善巧秘咒的秘咒 就是他生起 在心里面生起了一个念头 想说 当今这个世界上呢 大概只有他最善巧秘法的内容 但实际上秘法在我们人世间 保留的并不多的 所以这时候空行母 也就是空行母就是 修行秘法的 这个女性于且世 那成就女性的成就者 为了要调伏尊者的这样的一个慢心呢 在梦中呢 就向他显示出了许多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秘咒典籍 从而将他的慢心破除 那这也告诉我们说 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学习 了解越来越多 当然修正越高的时候呢 难免会起这样的一个慢心 连尊者尚且都会实现出这样的一个慢心 但是其实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冰山一角而已 并不是如同我们所想象我们自我会膨胀嘛 那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必须要去虚心学习的 那当尊者自是 现在我应该做秘咒犯行 以其极生获得大印 书胜其地使 罗霍罗居多上师以神通力穿墙 来到他的面前说 你为什么想要舍弃友情去求成就呢 你必须要去出家 对圣教会有去对圣教还有许多众生会有极大利益 当尊者想说呢 我现在应该去理事专修 我应该要就是像于且是一样做秘咒的范行 然后希望能够在一生当中获得成就 那因为以阿里侠专者当时的一个缘起的话 他如果说理事去专修的话呢 那他可能对于圣教或者说对整体的一个众生而言 那帮助是比较小的 虽然说他能够集生成佛 在很短暂的一生快速的成佛 但是上师们还有朱本尊观察当时的缘起呢 还是希望说他能够去出家 那不要说做理事专修的这种修行 并不是说理事专修就没有利益众生 并非如此 像过去密尔日巴尊者 密尔日巴尊者也是一生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成就者 他也是一辈子理事专修 那他其实对于教法也是有极大的贡献 虽然说他不像阿底侠尊者 当时来到这个世界上 对于整体的印度也好 葬立佛教做了很大的贡献 但是并不是说理事专修是对圣教没有利益的 只是要观察当时的一个缘起 那阿底侠尊者如果能够去出家的话 对教法会有特别大的利益 所以吉祥黑鲁嘎也就是本尊 圣乐本尊 本尊也在他的面前显示 就是显现出来 劝其他希望他能够出家 那我们的大师释迦佛和 父祖弥勒呢 也在梦中劝请他出家 所以阿底侠尊者其实看到了本尊啊 还有佛陀 父祖弥勒菩萨呢 都视线到他面前来劝请他出家 包含他的上师也都是如此 所以呢最后他就决定 在29岁的时候呢 请获得加行到忍畏的大众部 借护上师呢 作为他的亲教师 作为他的老师 剃度师父 然后为他剃度 然后受戒等等 尊者呢 之后29岁之后呢 他并不是虽然说那时候 他已经达到很高的成就了 就是就学士上修行上 都有很高的成就 但是他并没有以此就停滞了 他依然继续的学习 到处求法 那随后移植了157位上师 所以他这样前前后后 跟随了不同的老师学习 总共有157位 研习一切明促和显密的焦点 所以他的求学心是非常势烈的 这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追随师长学习的时候呢 并不是只是一级一位师长 就能够完整学习到一切教法 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虽然说我们的每位师长 可能都是佛菩萨的画现 他本身都具足圆满的一切功德 但是在我们面前 他无法这样的实现 特别在末法末世的时候呢 我们众生的福报不够 以我们的福报来看呢 我们没办法看到 佛菩萨能够以最圆满的德相 事先在我们的面前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在我们面前出现的这些师长呢 势必会显现出我们能够看到的形象 那我们能够看到形象是什么 就会看到 跟我们似乎没有两样 那一样会有过失 有种种缺失的一个形象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师长面前 你也不可能完全的学 就是学习到一切圆满的教法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依止不同的一个师长 不同的师长 因为佛菩萨他可以 以不同的形象来做画现 那每一个师长 他实现一部分一部分的功能 这个都是我们的福报缘故 所以他必须得这么实现 他不能在一个人身上 实现最圆满的德相 他就必须要 以不同的相貌呈现出来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依着不同的形象师长去学习 最后我们还是能够学 学习到最圆满 最完整的教法 所以阿里加尊者依然 也是这样的实现 并不是说 好像一位师长 因为他是佛了 因为后面我们讲到 医师归礼的时候 会讲到要将师长 视为是佛 那有人就会心里面 想说既然师长是佛 那我跟他一个人学习就好 我还需要跟其他人学习吗 其实并不是普此的 这中间还有关带出 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条件 能不能够看到 师长最圆满的状态呢 是不能的 以我们现在的福报 还有种种的障碍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势必要去 依止不同的师长来做学习 那于是尊者就这样子 跟着不同的师长 157位师长学习的 种种的教法 闲密教法 戒律等等 特别在法凯上师面前呢 花了12年 去听受 听受通晓八百卷的 这个 大皮博杀论 也就是这个 小乘部派的这个 这个论点 此论总设 皮纳也就是 皮纳也就是戒律 四部等 维系 规矩 一切关要 所以是这个当中 因为后来 佛法传下来以后 又分了大小乘 那小乘当中呢 又分了18部派 每一个部派呢 他对于戒律的一个要求 他的仪式 还有种种的细细微的一个差别 都不同 那18部是非常多的嘛 那 每一部 他每一个行持的方式 戒律持守的一个行持方式 都是不同的 包含做结模的方式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 要完全能够通达 没有这么容易的 那 于是尊者呢 就完全将一切 这18部派的所有的 包含寿死法 禁水法 就是在戒律当中 有一些行持的部分呢 维系的规矩呢 都完全的了知 那从而成为 印度18部 一切大众的顶上模拟宝 也就是成为顶岩了 就像顶上的模拟宝一般 所有18部的这些 出家众呢 都把它视为最珍贵的 这个上兵一般 听受并掌握 当时在印度所有的 邪秘政法之后呢 尊者就经常在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 当尊者完全了解一切 显密全员的教法的时候呢 这时候尊者在思考 一个什么问题呢 思考说 什么是成佛的速道 怎么样方式 才能够最快速的成佛 成佛的方法 最快速成佛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佛福德教法 是八万四千的教法 那这一切教法当中 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才能够让我们最快速成佛 我相信这个在座的诸位 包含我自己 也都会想要 知道这个答案 要办佛法这么的庞大 就像大海般 那你到底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们最快速成佛呢 这时候住在黑山密窟的 罗霍罗居多上师呢 以神通力之道 来到尊者面前 于是他的上师呢 就化身 来到他的面前 告诉他说 能清见到本尊和众都 曼陀罗天众 获得许多共同席地 三摩地不动如山 光是这些呢 算不上什么大成就 这边我们看到什么呢 第一个讲到的清见本尊 你可以看到 亲眼看到佛菩萨 这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 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嘛 说这个人 他可以跟佛菩萨沟通 我们平常就只能看到雕像 他可以看到 直接就像人对到人一般 这样子讲话 能够看到曼陀罗 就是看到坛城 坛城的意思就是 佛菩萨住的一个宫殿 那看到宫殿 那当然可以看到里面 住佛菩萨啦 然后呢 这看到这个 对我们来讲 已经很稀奇了嘛 获得许多共同的西地 那这共同西地是什么 譬如说 庙丹 庙丹指的是 就是那种 他可以有那种不死的庙药 他可以他可以制作出这样的一个药 然后有所谓眼药 就是他涂在眼上 他可以看到多远多远东西 像有这个天眼 天眼通一样 有神通 遁地 然后宝剑 就是骑在剑上 可以飞 飞到哪里去 不用坐飞机了 可以飞行啊 隐行啊 然后不死啊 然后能够为人家出病 等八种共同的西地 这些共同西地 在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时代来看呢 这都不是凡人能够做到的 这当中 只要具备任何一种能力 对我们来讲 都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很厉害的一个人了 然后包含说 三谋地不动如山 一个人在那边打坐 一坐 可能七八天 九天 十天 甚至更长的时间 都完全不用起身 这样的一个人 对我们来讲 就几乎是神 几乎是佛不撒在来 或者说就是阿罗汉等等 我们就觉得 这个人是一个很大 修行正量很高 是大成就者 但是呢 罗罗居多上师 怎么告诉尊者呢 他说光是这些呢 算不上什么大成就啊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这很不可思议吧 这对我们来讲 就好像 这就是我们要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认定的成就啊 但是为什么 这样的一个大成就者 反过来告诉 阿底牙尊者说 这不算什么大成就 那到底什么才是大成就呢 他就告诉阿底牙尊者说 你应该要专修慈心 悲心和菩提心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 平常我们都讲说 要修慈悲心 菩提心 听起来很普通的东西 为什么 在这个时候 关键点 会告诉我们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成就 慈悲心 菩提心 看起来不像这些人 具备种种神力啊 能够跟佛物萨沟通啊 那为什么会说 他是这个 能够成佛最快速的方法 这个大家可以值得去思考 到底 我们如果想要快速成佛 那这个成佛的方法 到底是什么 那什么才是大的成就 在我们心里面 必须把这个 怎么讲 这种认知呢 确定 就是 哪一个东西 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 是神通 像我们说 在打坐冥想 可以看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见到什么 这个是 很高的成就呢 还是说 你心去当中 可以升起 菩提心 升起慈悲心 这个才是高的成就 到底哪一种 才是真正我们要追求的 这个必须 在心中去确立 那这边告诉我们了什么 你想要快速成佛 你要做了什么 你要修慈悲心 你要修菩提心 他才能够快速的成就 大悲观世音 是悲心的本尊 所以当一之为本尊 所以那个 罗罗居多上师就告诉 阿底下尊者说 你因为要修慈悲心 大悲心 所以你应该要以 观世音 作为你的主要本尊 因为大悲观世音 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 总具体所化现 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总集 化现出来的一个形象 观世音 你应该 依他为本尊 然后在心中 地下诗人说 在轮回 未控之际呢 都要立以友情 所以我们每次开始之前 要做归一发心 也就是要去 策发起一颗 在 未成 轮回未控之前呢 我们都必须要成佛 做任何事 都要怀着一颗 未立众生 愿成佛的心 这样不断地去增长 去长养这个菩提心 我们才能够快速的成佛 才会 我们所做的一切 才会与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愿望 相符 那后来呢 尊者在绕金刚座 印度金刚座的时候 就是佛陀成道的地方 那时候呢 在玄绕的路上 就见到有两尊泥像 在对话 互相在对话 金刚座南方虚空 对话什么呢 第一个 看到有两尊泥像 在对话 然后金刚座南方的虚空呢 出现两位童女 相貌胜过凡人生 如同天女 然后其中一位就问到说 要想宿集成佛 当学合法 其实看到两尊泥像 在对话 也是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当尊者心里面想说 什么方法 才能够快速成佛之后 他就看到总统的迹象 他的上司也来告诉他 他在金刚座 看到两尊泥像 在对话 也在问这个 然后看到天空 南方虚空 出现两位童女 据说是杜姆的化线 也看到他们在对话说 你如果想要成佛 想要当学什么法呢 然后另外一位回答说 你应该要学普提心 两尊泥像对话 也是在讲这个 并说了一种很妙的 观修普提心方法 尊者看到以后呢 就停止了悬闹 侧耳去倾听 像将水从一个器皿 注入了另外一个器皿 将他们的对话内容 完全牢记在心 能够完全的了解 那当尊者住在阿瑟里 龙猛所建的石院附近时呢 就看到了一老一少的两位妇女 老的就对年轻的说呢 要迅速成佛的话呢 你就应该要学习普提心 当尊者在绕金刚做主殿的时候呢 自言下一座佛像出声道说 喂大德 你想要树极成佛 你应该要学慈悲心 普提心 在绕小石院小屋时 一座象牙 释迦摩尼佛像也开口 跟阿底峡尊者说道 尤其是你一个人想要迅速成佛 就应该要学普提心 所以尊者呢 看到这些吉祥 很明确的告诉他说 如果想要成佛的话呢 你就必须 想要迅速成佛的话 你就必须要学习慈悲心跟普提心 这是一个修行的恶药 就是将来我们慢慢慢慢 越往后学习 会学习到越多佛法的内容 但这一切佛法内容 最核心最核心什么 也就是慈悲心跟普提心 你想要迅速成佛 你绝对要以慈悲心 普提心作为修行的恶药 修行的核心 修行的主軸 那才有办法书籍的成佛 所以随后呢 尊者就想要知道说 在这个世界上呢 谁有全部的教授 能够使大宝的普提心 未生能够升起 没有升起的能够升起 以升起的能够不断的增长 乃至到究竟 所以到处去探访 当时呢 他就听说了 有一位上师叫做 荆州大师 当即大荆州上师 被称为普提心之主 也就是说他是 应该说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呢 真正具有普提心的一个 一个圣者 所以应该说一个善之士 所以为了到荆州上师 面前去听受 全部普提心的教授呢 所以尊者就决定到荆州去 荆州当时叫荆州 在现代来讲 据说这个这边 住坚是写说在 苏门达拉印尼 苏门达拉那个地方 所以尊者就下定决心 要去他那个地方 听闻普提心的教授 尊者呢 就随着一群 从三部州去荆州 经商 并就是从印度 从印度到 印尼 苏门达拉经商 熟知路线的这些商人 跟他们捉他们船 然后就是 一路乘船过去 然后在海上呢 漂泊了13个月 就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又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才最终到达了 这个印尼 当时呢 在过程路途当中呢 有这个大魔王 吉喜 自在魔 就是魔王呢 他 他 对将来佛法的弘扬 实在难以忍受 魔王就是障碍教法 他就是看到你 佛法在弘扬 他就不高兴 他就来障碍 看到大家心里面 身体善念了 他就不高兴 他就要来做障碍 所以就是有这种 外在的魔 外在魔 天子魔 天子魔 外在的这种 所谓的魔王 那他就会 可能会 放出种种的干扰 所以我们有时候 情绪不稳定 有时候是外在的干扰 当然 如果说我们心里面 没有魔的话 那他的外在干扰 也没办法干扰我们 那内在魔什么 五欲魔 烦恼魔 这些都是死魔 都是属于内在的魔 所以我们内心有烦恼 那他外在的干扰出现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会 会受到干扰 那为了阻止 尊者获得 菩提经教授 他就心风作让 使船偏离航道 并化作如山一般的摩羽 以及大金鱼 挡住 挡住的这个船的去路 然后呢 在空中呢 降下了霹雳 种种的恐怖现象 造成很严重的损害 那那个时候呢 船上有一个班子 叫 士迪波沙 那意思就是地藏的意思 地藏 地藏菩萨 那个地藏 地藏班子的 他就向阿底峡尊者 猛力的起请 尊者就 因为太恐怖了嘛 那船晃得很大 那尊者就进入了 这个红将岩魔地 就是大威德金刚吧 三魔地当中呢 去调伏了魔王 还有魔君 然后这样子才 慢慢慢慢顺利的 到达了荆州 所以即使像阿底峡尊者这样 要花18 才18个月大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能够脱口 说出精通菩提心的话 就是从小 他自然流露出菩提心 这样的一个成就者呢 尚且要以这样的一个苦行 去求菩提心的教授 由此观之呢 大乘道最主要的因素 除此大保菩提心之外 再也没有别的了 所以我们对此应获得确定 这边 泡玛大师特别英重的强调 我们想要成佛 成佛是大乘道 大乘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除了这个菩提心之外呢 再也没有其他的教法 所以菩提心必须要当作 若我们想要成佛 并且想要快速成佛的话 我们千万要把菩提心 作为我们一辈子 生生世世 主要的一个修持 在心中要立下这样的一个誓愿 然后做此确立 然后等尊者到达荆州以后呢 就遇到了一些在岸边的禅师 他们是荆州大师的弟子 然后当阿底侠尊者 到了荆州这个地方以后 他不是马上就 就驱车前往这个 荆州大师的住处 他先在旁边 找个地方停留了14天 做什么事 向那些禅师们请教说 荆州大师的传记 去了解荆州大师的背景 他的为人 那如果换作是我们会怎么做 也许会立即到上师跟前去 尊者不是这么做的 反而还去请教上师的传记 这是向我们表明什么呢 认真观察上师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要依止一个善知识 并不是随随便便 听说他很有名 他听说他很厉害 所以我们就 一窝缝的就跑过去了 看到很多人跟着他 我们就跑过去 并不是这样的 依止三字是不能这样依止的 即使当时在印度这个地方 就是阿底侠尊在印度 已经到处打听 已经听说了 荆州大师是菩提心之主 他已经知道他很厉害 他也确定要去跟他求法 还花了这么大的苦心 经历了这么大的艰辛 到达了荆州以后 他不是马上就跑去荆州大师那边 他是先做观察 他是不是真正具备这些德项 那他先从其他人那个地方打听 先看看别人对他的评价如何 确定好了 他再去医治 再过去亲近他 那当然过去亲近他的时候 他还会再做抉择 先从其他人那个地方打听 打听以后 大概有一个方向确立了 那你在过去 亲自的去亲近接触的时候 你才能够在心里面确定 所以医治三世是很重要 是因为一旦你医治了以后 你就要做好医师鬼里 就是我们后面都会讲到 你一旦确立了师徒关系 你没办法改变 你不可以说 就像我们结婚以后 我可以离婚这样子 并不是这样子 你确立了师生关系以后 那你一辈子就是师生关系了 你如果特别是在学法上 那你如果说好好的医治的话 你可以很快的成就 反之会造成你修法的极大障碍 也就是说你视为师长以后 你没有如法医治 你还关过啊 然后你甚至去诽谤 去说他的种种过失 最终到头来的伤害都是自己 所以与其说 不要落入后面那个状态 一开始你就要先抉择清楚 确定这个师长真的值得医治 那你再去医治他 你就不会有这种 医治以后呢 你再来反悔 然后再看到很多过失 然后之后再去说他的过失 这样子会给自己造下极大的恶言 所以这告诉我们说 幻察上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随随便便就去医治了 那这些禅师当中呢 有些人看到阿里加尊队来 他马上跑去通风报信 告诉荆州大的说 最近呢在东西印度这边 无能能比的大智者 蓝灯治 吉祥蓝灯治 他是阿里加尊者的另外一个名字 他和他的弟子 125名弟子呢 经过13个月的艰辛行行 终于到了这个地方 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到你的面前来听受 能生三世一切佛之母 也就是波罗经 波罗经的教授 还有发愿心 发起菩提心 还有发起这个愿心和菩提心 菩提心有分愿心跟行星 这之后也会说的这种修行教授 荆州大师就说 他听到以后说 像这样的一个大智者 能够立临到我们这个地方 是太好了 我们应该要去迎接他 所以尊者呢 就带着他的师徒 带着他的徒众呢 一行人呢 从这个 金座大师所住的宫殿 然后去前往 迎接他们 然后他们就看看 看到远远呢 就一对出家人 就是金座大师和他的 就是师徒这些 眷重呢 他们就批着三法衣啊 然后就去迎接 阿迪迦尊者 然后 他们总共人数有 597位 其中有535位是比丘 都穿着同样颜色的三法衣 拿着绿水瓶 很优雅 非常有威仪的 持着西藏 西藏 西藏就是我们 类似拐杖 犹如阿罗汉一般 能引发人们的信心 然后有62位是沙弥陪同 这个景象呢 就好比像佛陀在世一样 周边有诸多的罗汉围绕 引发尊者师徒 极大信心 那尊者 阿迪迦尊者 还有他的师徒 他的那个徒众 看到以后就生起很大信心 然后大家都感到非常欢喜 那尊者还有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 地藏班智达 等等 他们善巧我民的班智达 善巧三丈的比丘众呢 就如同大众部所赞叹那般 脚穿生米亚 就是鞋子的意思 生鞋 身着克斯米亚 红花索染的三法衣 一切以缘起为重 缘起为重 就是为了要有一个好的 好的兆头 他们就手持这个 最大我有镂孔的铁拨 这边都在描述 他们当时的一个情景 让大家知道说 当时盛况是怎么样 可容下摩羯陀罗 量至一生之水的铜 绿水瓶 也就是说他又持播 又有绿水瓶 为什么要有一个绿水瓶 因为过去他们喝水 不像我们现在有过绿水 饮用的水 所以他喝水前 水里面会有虫子 那佛陀就告诉比丘中 你要喝水 你不能直接喝 不然你把虫子喝下去 就杀伤了 所以你喝水前 你要滤过 所以会带一个滤网 然后将这个水 装到绿水瓶里面 那你喝的水 就是干净了 没有蚊虫 那病持教 病持教主 佛陀所赞叹时 习仗 如是等等 一切家兆都 妥善的具足了 就是他们 都很有威仪的一个状态 所有人都戴着 班子达帽 大家如果看过坦卡 就是看到他头上 会有那个尖尖的帽子 不管是红色 或者黄色 这种班子达帽 手持白斧 毫无我慢 125名弟子 跟在尊者后面 不书不密 就是非常 循序渐进的 很有威仪的 往靠近他们 中间保持可容一人的距离 宛如五彩狭障 逐渐走进 户主经桌所在的地方 由于一切都很圆满 这是善品天神 不要说在人世间 人很高兴 连天人看的都很高兴 所以就从空中降下 缤纷的花雨 那金州所有在 这个印尼 苏曼达拉这边 所有的百姓呢 对于两位上市的事业心 感到非常的稀有 生起极大的信心 随后呢 阿底达尊子就 手持一个 盛满了金银 珍珠 珊瑚 废琉璃 等等的宝物 盛满了各种宝物的 一个大宝瓶 内外透明 而这个宝瓶是内外透明 作为供养 陷到大金 金州上师的手中 那便构成了尊者 能够如瓶 助瓶 听受修行 圆满 不提前的教授 那他这个瓶子 供养呢 当然有他的一个缘起 有他的一个意义 表示 比如说他 他是一个瓶子嘛 所以他表示说 就像我们听闻 或者说 两个瓶子 将一瓶的水 倒入另外一个瓶子 他可以完全的承受 那中间他的宝物 是盛满出来的 他是满出来 所以他表示说 他会得到非常丰盛的 这种收获 见面了以后呢 金州大师就将尊者呢 带到他们的寝宫里面 为了尊重这个缘起 所以上师呢 就先传授了 现关庄严论 有关波罗金的教授 然后花了15座的时间呢 就是才把这个 现关庄严论的教授 讲完 那师徒双方呢 互动都非常 彼此都非常的尊重 然后甚至说 睡觉的时候呢 也睡在一起 12年当中呢 尊者对弥勒 传给吴卓的这个波罗金 全部隐译的部分 就是隐译现观的部分呢 他完全通道 以及对于文书 文书传授给 极天菩萨这种 自他幻菩提心教授的部分呢 进行听闻思维 还有修行 并且达到了究竟 在上师的跟前呢 尊者心中生起了 无造作的自他相幻菩提心 透过这12年的学习 他终于在心里面 来生起这种 不需要造作的 自他相幻菩提心 所谓不需要造作 就是他在心里面 甚至说 他不用刻意的注意 他自然而然就会生起 就像譬如说 我们非常喜欢 吃一个好吃的东西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我们不用特别去想 这个东西有多好吃 有多香 有不有名等等 看到他的瞬间 就自然 这个狮子大动 就是开始会流口水 这种不需要造作 不需要刻意的去酝酿 他自然就会生起的 这种菩提心 这才是真正的菩提心 我们平常会说 那我也挺有慈悲心的 我对这些小生命都很悲悯 那这个并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菩提心是对一切众生的 他不分 不分这个你我的 不分没有爱物情书的 所有人 所有的生命一视同仁 然后一切众生 希望一切众生离苦的心呢 他是生起一颗 希望众生离苦之外呢 这个离苦的事情 由他来贺丹 那为此呢他必须要成佛 他发起这样的一个心 那这个心呢 他是已经自然而然献起了 自然自然而然发起 他不需要再刻意去思维 他才能够生起 那这种叫做无造作的 自他无造作的菩提心 自他相患呢 这个之后也会再讲 上师呢也宣布他呢 为圣教之主 并授祭他将前往上帝 培养那边的弟子 然后上师说 误助于此往北方 因往北方之学义 所以荆州大师也告诉阿里霞尊者说 你应该要去北方 就是到西藏 为了整个教法的注释 那你要到西藏去弘扬教法 所以即使像当时阿里霞尊者 在印度已经是 所有寺院的顶言了 就是几乎说 在整个印度当中 是就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法王 就是说 佛法的教主了 他是教主 但是他依然 这个非常谦逊的到 荆州大师面前学习 而且还花了12年的时间 去学习菩提心的教授 然后最后才在心绪当中 升起了真实无谓的菩提心 可以知道这个菩提心 是如此的珍贵重要 然后再来讲的就是 他已经得到 自身已经获得这样的一个功德以后呢 他对于圣教所做的事业 那这又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在印度所做的 一个是在藏地所做的 所以后来尊者呢 就回到了印度 然后有一段时间 他就住在金刚座 曾经呢 以三次的 三次呢 去透游与外道辩论呢 击败了外道的邪说 将他们安置在内道的佛教当中 做了很多对于圣教有利的事情 然后之后呢 就有人请他 有法王 有一个护法王 把他引请到了指甲摩士罗斯 尊者本人是以大众部 就是我们刚才讲说 小秤的部派有 不是有十八部吗 十八部当中有一个叫做大众部 他本人是以大众部为主 但是对于其他所有的部派呢 都很善巧 而且也都一视同能不分亲疏 所以呢 成为东西中印度一切身杰的顶上蒙尼堡 在佛教当中呢 尊者就像佛陀重新在降师地 降师一般 第二佛陀 第二能人 为三藏 还有四部秘序 所设的显密权源教法之主 也就是他当时在印度 已经成为这样这么高的一个成就者 众生的一个顶言 这是在印度所做的部分 那后来他怎么样到藏地 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听闻到这个教法 是因为当时有阿底侠尊者到印度重新重整的圣教 然后将这个教法传递下来 保留到今天我们才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完整教法 否则当时就以藏地来讲呢 佛法已经混乱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时藏地在前后 前红旗佛教 前红旗就是指说印度藏王 啊不是西藏的藏王 藏王呢 他33代的藏王 松藏干部开始弘扬佛法 开始新 开始这个兴起了佛法 也就是大概在七八世纪的时候 那前后期佛教 后来一直到了朗达玛 过了几代藏王 后来有一个朗达玛出来以后 他就把佛法 整个佛法毁灭了 几乎寺院啊 出家人全部都强迫还俗 然后寺院全部都拆掉 经典都烧掉 就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灭法的过程 所以那时候的佛法已经灭亡了 后来慢慢慢慢过了 到了十世纪以后呢 才开始慢慢有些人 再把这个佛法重新的复苏起来 虽然那个时候到了后后红旗的时候呢 佛法稍微有渐渐的复苏 但是呢 因为有些人信受的皮纳也 就是他把这个戒律 皮纳也戒律呢 跟秘法这两个看的相互抵触 因为戒律强调是要持戒 那秘法呢 他有讲到所谓的双生等等 双生双运的修法 所以有人就会觉得说 这两个是互为抵触的 所以就因为信受的戒律 而毁谤了秘法 那有些人因为信受秘法 而毁谤皮纳也 总而言之 教法彼此之间相互抵触 那没办法融会贯通 是显密如人 恶一般矛盾 所以另外还有一些冒牌的班智达 从印度跑来藏地啊 为了赚钱赚黄金嘛 那用这种所谓的贪欲道啊 邪咒欺骗藏人 就是有这种种种的一个情况 这种情形对清印佛法 在藏地的弘扬造成极大的困扰 后来呢 当时的藏王 哈拉妈也谢维是智光法王 这是藏文嘛 哈拉妈也谢维是智光王的意思 智光王 智光法王 他看到这个状态呢 他就心里面感到很不开心啊 然后他就为了要在藏地弘扬清静的佛教呢 他就派了前后派了21位年轻的这个学子呢 到印度去引请能够劳逸藏地的班智达 派他们一方面去印度学习 然后一方面能够请一些真正正统的班智达来到藏地去 重新的复苏 去这个弘扬佛法 这些人当中呢 除了大医师 领迁赏波 也就是保贤医师 还有小医师 也就是上会医师 这两位幸存下来 并精通教法以外 其他人都因在印度的炎热而死去 就当时派了这么多年轻人去印度学习 但是真正能够留下来还活着的只剩下两位 他们光是要从印度 他不像现在坐飞机吗 他光是要翻商院里爬出去 爬过喜马拉雅山 到达印度境内 就已经很不容易 能够活着走过去都很不容易 更何况到了那个地方以后 又有这种温差的 这种西藏很冷 到印度又很热的这种差异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死掉了 那到后来只剩下两位大医师 也就是保贤医师跟上会医师 他们两个幸存留下来 然后而且他们学得非常好 其他人都在印度死掉了 即使如此呢 却仍未能够将尊者引寝来长 他们也好几次 三番两次的去引寝阿底下尊者 希望能够到西藏 但是他们返回藏地以后呢 向国王汇报了印度诸子者的行持与见地 说明显密另外并无矛盾之处 就是他回到了藏地以后 他们因为精通了教法 他回到藏地以后就告诉藏王说 其实显密教法并没有矛盾之处的 然后真正的这个佛法的见地是什么 要肃清这个佛法 并进一步推荐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只有一位班智达能够劳易藏力 那他的名字叫什么 叫做吉祥兰登治 也就是阿底下尊者 此人呢 他本来是王族的 王公贵族的人 王族出身 后来去了指加摩斯罗斯 印度所有班智达呢 都一孔同声说 如果能够将他请来 就肯定能够劳易藏力 也就是要劳易藏力呢 是非阿底下尊者莫属啊 那听到这些情况以后呢 国王的疑虑一扫而光 他就想说 哇这个教法变成这样子 这么混乱 该怎么办呢 他一听到阿底下尊者 他心就安了 尤其是当他 听到尊者的名字的时候呢 不由自主的升起 强烈的信心 于是国王就委托这个 这个金镜狮子 率领了八个人呢 携带了很多黄金 前往印度去引请尊者 但是还是没有成功 因为阿底下尊者 当时是印度所有寺院的鼎言 他掌管了印度108座的钥匙 他是掌门人 说一个教主 他怎么印度的这些智者们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让你引请走了 就引请走了 他就好像 对他们来讲 你把他最珍贵的宝物 请走了 他们就没了 所以这些印度的寺院长老们 他不会让你请走的 所以他们三番两次去 请阿底下尊者 拿了多少黄金去请 最终都还是没有成功 好 那接下来这个是 讲到说 他们为了引请阿底下尊者 到西藏 花了多大努力 要不是因为这些藏王 他甚至牺牲他自己的性命 然后最终才能够将阿底下尊者 请到了藏地 然后 这个教法还能够 因此而流传下来 到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教法 都是因为过去人 花了这么大的努力 所以看了这段过程 一方面我们可以知道说 阿底下尊者自己在学习的过程 他即使成为了一个 这么厉害的一个智者 他还是在思考说 怎么样的佛法 怎么样的法 才是能够迅速成佛的法 然后为了求得菩提心 慈悲心 菩提心的教授 他花了多大的努力 花了多长的时间 去听闻学习 最终才能够通达 在心绪当中生起这种 不照做的菩提心 所以可以可想而知 菩提心对我们修行 大乘道而言 是多么多么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应该以 这样的一个教授呢 做我们主要修持的重心 来作为我们 应该说 就是以此来 做我们一生的修行 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回向 好请合掌 愿此殊胜功德 回向法界有情 禁除一切罪障 共成无上不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